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高雄发生哪些重要大事 接下来在30分钟里头 我们要和您一块钱往关心 新闻首先带您来看今天 有哪些新闻重点 中华一到三路安全岛上的 大王野子树长因树叶掉落 造成行车危机 为了用路人的安全 近400棵大王野子树 预定要在两个星期内全部搬家 由高雄市野鸟学会润养的鸟松湿地里 能看到两个立体的塔状造型 就地取材叠起来的 是被戏称为小型动物公寓的昆虫塔 山庄有线电视数位机上 何能带来看电视的哪些新体验 有线电视业者特别为消费者 打造一座数位电视屋 邀民众亲临体验 新闻首先要带大家一块来看到的是 最近如果说经过中华一路到中华三路 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安全岛上的大王野子树 一一的被搬走了 事实上是因为大王野子树的树叶 在落叶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行车的危机 而现在市府索性决定 要把中华一路到三路上的大王野子树 全部都搬进苗圃 盖中其他的新岛树 调整好位置 从中华路分隔岛被吊起来的大王野子树 横躺在路面上 为了让少说有二到三层楼高的大王野子树 能顺利搬家 工人拿起电锯稍作修剪 吩咐在中华一路到三路 共有399棵大王野子树 准备用两个礼拜的时间转移阵地 移入养工处的苗圃内 等待更好的运用 需要移树的原因是 避免大王野子树造成的行车安全危机 大王野子它很比值 也很高大 那在这个中华路这个路段上 过去就是有一段时间也经常掉落叶子 那我们也用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摘掉枯叶 或者是用铁丝去绑 但是它都不定期的掉落 也有转到车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一定把这一段的大王野子 把它先搬离 回到我们的苗圃去 把大王野子树从中华路分隔岛上移走之后 养工处计划在统一路段 仲上印度紫潭来取代 新的中华大道景观 请高丛市民拭目以待 港区商务院朱宇宏 采访报导 接着要带您一块来看到的是 现在在高丛港畔有几栋重要的地标型建筑物 未来要营造成亚洲新湾区 市府决定要来新建水岸新轨 为了厂商来开说明会 在今天副市长刘世芳代表市场成局出席 欢迎业者投资 串联高雄新湾区重大建设市府计划 靠自己来新建水岸新轨 第一阶段长度约8.7公里 规划在今年动工 选在今天广发英雄铁 开启第一阶段统包工程厂商说明会 那环众我们现在建筑完成 那是从水岸新轨开始 环众新轨我们有很多的站 三十多的站 未来我们是有这个站 可以就新闻很多工作路线 有这个图源发展到这个区 那我们对所有的这区 我们在今年三十多区 我们会全部去完成 说明会上由捷运局长亲自做简报 水岸新轨路线及未来的发展效益 巨细迷移的说分明 希望增加厂商的合作意愿 副市长刘世芳代表市府 向前来参与说明会 了解水岸新轨细节的厂商们 释出合作诚意 谢谢各位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厂商说明会 也希望未来能跟各位 有良好的互动跟交通 也希望各位来的厂商 能够完成我们的重要任务 我们希望为何可以 跟大家一起来合作 谢谢各位 出席的同胞工程厂商踊跃 市府透过说明会 进一步解释细节 期待环众轻轨的工程 能够如期启动 我们顺了至上 污浴馆 财富报导 但您一块来看到的是 鸟松湿地经过高丛市野鸟 学会历年来的热养之后 现在可以看到四处 是生机蓬勃发展 而在湿地当中 可以看到两座塔状的硬体设备 是由像是木头瓦片等材料堆叠起来的 目的是要帮湿地里的昆虫营造栖息环境 看起来是缩小版的立体塔状建筑 这一座不到一公尺高 走近一点细看 从下而上层层叠 用了空心砖 木头 瓦片 砖块和竹子 最顶端的一层再铺上树叶 相隔不远的另一座 用的也几乎是同样材质 打造出类似造型 位置在鸟松湿地步道旁 有什么功能答案揭晓 让它立体化 那立体化的效果一方面就是景观上 它有一些造型 一方面就是说让它有非常多的孔隙 所以不论是昆虫也好 或者是像蜥蜴这一类的爬虫 它都可以来利用这样的空间 有点像是一个动物的公寓 而且特别是小型动物的公寓 就地取材盖起来的昆虫塔 是专门为各种生物营造的栖息环境 一度还让师弟志工拍下长尾南西 爬上顶端晒太阳的趣味画面 实地仔细观察 昆虫塔早已是好几种动物的家 OK 我们现在至少有看到一个霓虎蜂 在这个地方竹草 然后这边有一个蝴蝶的蛹 它可能是在其他的植物上觅食 但是它结蛹的时候 它下来它也利用这个空间 那我们堆的这个木头上面 你看都长满了一些蜂类 孤蜂类 那当然之前我们会看到那个孔隙 里面有蜥蜴躲在里面 那也许实际上如果再去给它翻动的话 还有一些更小的小动物 或者是一些无脊椎动物会躲在里面 创造生物和油气民众和谐相处的湿地环境 负责任养的野鸟学会带着志工不断进行尝试 抬头往上看能发现各种鸟类 在树丛中自由穿梭 望下观察昆虫塔 也能为生态爱好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港东社公文员朱宇宏 采访报答 要提醒您小心蚊子丁鸟 除了是要避免自己染上登革热以外 还有日本脑炎 在沟丛市已经出现了第一例的本土型日本脑炎 而这一例的外籍男性住在大辽区 大辽区出现今年首例 本土日本脑炎确定病例 防疫工作也跟着拉起警报 目前确定病患住处附近有株射 杂草丛生 有力并没蚊子生 除了卫生单位派员消毒外 医师也呼吁幼童赶紧注射疫苗 可以预防的方式就是避免蚊虫的叮咬 另外要注意附近是不是有养株色的地方 因为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带远的地方 有些蚊子叮过具有感染的株子以后 再叮咬小孩 小孩就很容易受到特别的感染 本土日本脑炎耗发于下秋之间 每年3到6月是疫苗注射期 医师呼吁日本脑炎刚开始症状并不显著 但如果有发烧头痛的情形赶紧就医 感染日本脑炎99%以上 当然几乎都没有什么症状 那1%的症状可能会开始有一些发烧 然后嗜碎 然后肌肉酸痛 无力等等的情形 然后随着病程 他大概潜伏期大概4天到14天左右 那台湾的高峰期是在4月到10月左右 那如果说他这种症状没有减轻的话 那可能就会病发脑炎 日本脑炎绝大多数病患都是孩童 大人感染相当罕见 不过如果住家附近出现 并没有人容易滋生的环境 最好平时就做好防蚊动作 避免遭到叮咬 进而被感染 港独新闻王思武 潘志光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车请细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他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也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遵臨前快乐在心田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 用心聆听伸出援手 做好一问二一三转接 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请0800请帮帮救救我 能减碳新生活 鞋马步行鞭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雪车用座助减碳 冷气控温不外泄 自备北块霸鱼蛋 多吃蔬食少吃肉 请用资源顾地球 兼能省水更省钱 水手关灯拔插头 行政院环境保护鼠关精灵 希望大家在台风豪雨期间 减少外出 并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哦 可是 如果遇上紧急事件 上路前可上网查询路况 行车时 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避免行经危险路段 还有简单的避险小口诀哦 那就是公路听看庭 而且要留意并遵行 可变资讯标志 或公路单位的指挥 台风豪雨 路况超普掌握 民众减少上路远离灾祸 这输尽工程 简直就是mission impossible 以前我们要签好几年 现在我们几个月 就把它签理好了 老板 可以休息一下吗 不可以啦 你看 那些沙石车排起来 可以绕地球好几千了咧 挖出来的沙石 都倒可以填满好几千座的棒球场咧 我们多做一点 大家就多一点保障 走 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我是奥玉文 在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一定要带您来关心的是最新的趋势 有线电视加准数位化的脚步 现在只要伸装数位机上盒 就能够欣赏高画质的画面品质 以及享受到高品质的音响效果 而有线电视业者为了要让民众 能够亲自来体验一下 特别打造一座数位电视屋 橘红色的货归屋外表看起来格外抢眼 走进一桥里头麻雀虽小 呈现的视听效果却让人大开眼界 原来这是有线电视业者为了让用户清楚了解到 有线电视数位化带来的便利 所次次打造的数位电视体验屋 透过身装数位机上盒 有线电视结合数位服务 除了提供电子节目表 节目简介外 包括预约录影 节目清单等服务 耗着遥控器就能一直搞定 提醒键 然后预约此节目 那就把它按完成 它会跑出一个小时钟 南部地区6月11号就已经即将关讯 那公司特别打造了就是数位电视体验屋 那这里面我们有放置了高画质的电视机 以及那个立体环绕影响 来营造那种家庭剧院的那种气氛 那让我们的收视户了解什么是数位 那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高画质的视觉效果 以及就是说我们的那种立体音效播放出来的震撼感 如果不想到戏院人挤人看电影 有线电视随旋影片等多项服务 就能让收视户直接在家里 可以轻松收看 既审荷包也能省去宝贵时间 不用出门 在家就可以随时随点的VOD 那另外还有就是 修个短话的包月影片 那这个包月影片的话 我们就是说三十支的精选好片 这都是刚下档的 那平均的话每周换三步 那平均一步不到十块钱 真的很便宜 还有提供给我们那种忙碌的收视户 就是PVR的录影功能 那空间有250G 那你边看边录 有线电视数位化 让收视户看电视不只是看电视 而是多了感官的视觉享受 也难怪数位电视体验物一推出 就夯到不行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 社群网站脸书非常的流行 也让2011年的台湾代表字 就是很多人上脸书 一定要做的赞 一定要按的赞字 而这个赞呢 也成为南华大学市媒系学生 毕业展的创作灵感 带您一块来欣赏 为了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南华大学市媒系毕业成果展 要走出校园 移师到高雄展出 并且以时下最流行的社群网站 脸书 赞为主题 我们去年在讨论 我们的力气造型类的作品 然后在Facebook上 讨论的同时 有时候就是会 同学之间产生一些摩擦 这些冲突 大家同学都有些 有些去按赞 然后这个赞有时候是一个认同 然后有时候是一个情绪性的抒发 那 嗯 我们就发现到赞这东西 其实蛮适合做我们的一个主题 因为它延展性很宽很够 意外的小插曲 却也亿万获得好评 像是这个名为 台湾101的作品 把台湾知名建筑地标和赞结合 表达台湾赞的意境 而这个用纱布包裹 还微微渗出血水的赞 是要传递按赞的人 未必是喜欢或是认同 学生的创意巧思果然很吸睛 另外水墨的创作也别具特色 这是我们水墨画突破了以往 以往就是以往的光念 我们用油画布做呈现 水墨画不易在油画布上做渲染 我们一层一层做堆叠 然后为了表现出立体感跟光泽 所以用亚克力颜料跟广告颜料 产生了不同的视觉效果 以水墨淡雅色调融入油画堆叠技法 中西河壁 碰触不同反响的艺术视野 来自南华大学四眉系的毕业成果展 即日起在高雄文化中心智争堂展出 有兴趣民众不妨前往观赏 见证充满年轻思维 所并发出源源不绝的创意活水 老公新闻是孟府公如瑶 裁缝澳导 癌症希望基金会和高雄荣总 共同举办了一场彩绘希望画展 在每一幅画作当中 呈现的都是癌友们对抗病魔的心路历程 让人看得是又佩服又感动 为了传递希望给抗癌病友 癌症希望基金会和高雄荣民总医院 共同举办第四届彩绘希望会画展 除了在医院大厅展出29幅获奖作品外 也请来参与会画的抗癌画家 分享这一路走来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然后呢我在那边真是很无聊 我觉得这里怎么变成秋幻了 百无聊赖 不喜欢要干什么 我瞪着天花板 后来我想到我领形包里还有一支笔 一支画笔 就这么一支铅笔 然后我就拿起铅笔 我就开始画 我就天马行空的画 因为我是学艺术的嘛 说野画的不错 扑子小姐看了也很称赞 这只越画就越高兴 就越有成就感 就忘记了那个痛苦了 尽管癌症仍然高居十大死亡榜首 不过随着医疗进步 都有克服病魔的机会 但是除了靠药物治疗外 其实心灵疗愈更是重要 很勇敢啊 我跟他们学习啊 对啊 我有第二次做画疗了 那心灵治疗包括这个绘画啦 音乐等等 但是我们这次展示出来的 是29副这个癌症病人 在他们治疗过程当中 他们所绘画出来的得奖的展品 所以我们这次把它展出来 最主要在鼓励我们其他的癌症病人 抗癌画家严育齐 现场即兴替民众手绘素描画像 画作唯妙唯笑 也展现多年来他干病魔缠斗的成就 好了 送给你 牵上大名 大方分享画作 而这看似平常的动作 就如同医师所说 仿佛心灵疗愈般 让癌友越来越坚强 港多新闻吴珍宇 朱宇宏 采访报道 在高中市的都会区当中 因为人口相当密集 寸土寸金 如果想要拥有一块社区的湿地 真的是不太容易 不过这样的一个梦想 在林雅区的正义里内实现了 但您走进社区当中 来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生态保育工作 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看得这么起劲 仔细瞧 原来是眼前的小池塘 面积大约45平方公尺 范围虽然不大 不过里头的水草植物多达二十几种 泥秋鱼儿大中小有六百多条 民众甚至常见其他生物来造访 这个白鹿丝的夜光鸟 我这个金鲍鱼 我这个座的蟹蟹蟹蟹 我有一种蟹蟹蟹 我们都把它称呼叫做湿地 社区的湿地 那我们这个湿地是很标准的 这个生态公华 我们这个水池是用连土 隔节这个水 没有所谓的RC 也没有PC 所以这个完全是生态 然后上面也有放石头 那我们这里有多样性的植物 也有动物 那鱼类有好多种 然后还有白鹿丝 西伯利亚的猴鸟 都会回来这里吃我们的鱼 位在林雅23个公园内 里长刘盈林 两年前像是不争取 用生态工法营造小湿地 成功赋育多样丰富生态 过程考试多磨 养工厨 他一直坚决不要我们做 他说像这种养鱼齿 一般来讲都没有保养 而且里长跟社区 通常是连气功所 都没有办法去保养 所以我说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团队 二三十岁而已 他说住这个医院 住的心情很不足 出来这边 他们这一里的里长 整理这个公园 好干净 又有这个水质 我来看一看 我的心情好了 很好 我的病好了 我可以回去办出院了 来看鱼 看这个水啊 看鱼啊 鱼啊 鱼啊 很高兴 我们大人也来看 我们早餐 可以是来运动也来看 如果没有这台运动也来看 看鱼啊 很漂亮啊 很多啊 社区居民隔离 催生小湿地 从无到有到为苦 用行动化解全责单位养工处的担忧 小小方寸天地 在都会型社区中 除了让人眼睛一亮 也意外达到疗愈心灵 与凝聚社区情感的效果 港东新闻物质与公路遥 采访报导 最近在高雄有哪些艺文资讯 和值得参加的活动 带你一块来关心港都生活讯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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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在黄绿上适合做哪些事情 又有哪些小细节要提醒您特别当心 带你一块来翻开农民里 明天是国立的6月9号 农历的4月20号 适合做的是祭祀还有开光 不要做的是安门以及嫁娶 书央58岁的朋友煞东方 可能要特别当心了 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 继续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 和你一块来了解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 蹲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气温26到33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气温26到34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桃竹苗地区 同样都是有下雨的机会 气温是26到35度 宜兰花联台东 鸿湖资门马祖地区 多云实情有下雨的机会 气温24到34度 继续来看到紫外线指数的部分 明天北部地区是中量级 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 全部到达了危险级 提醒您注意防晒 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以上是民国101年6月8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宫玉文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记得他小时时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拦住 希望让他最好的保护 他说现在他大事了 让他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卸安全带哦 我知道 他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